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看从昨天到今天有一个新闻的发展 为了因应我们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对岸中国他可以一下子说要把 现说在选举前那一个月的那个陆克来台的人数 第一次的新闻传出说要减少95% 那今天的报纸上曾经说可能要减少一半 那这其实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我们政府盲目的说要往中国对岸靠拢的时候呢 我们平平的在发展观光 但是呢到底有多少的观光效益 或者多少的从对岸来的这个观光的人数呢 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一面之间 他要给你就给你 要限说就限说 那在这样逻辑之下 其实我们要先问这个案子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交通部 当你们当我们在发动海岸的整体的观光政策是什么 我们要再放任这整个发动地区毫无秩序的一间一间 这矗立在海岸地区的旅馆 这样子一间一间的让它盖起来吗 而且这一间一间的旅馆几乎都是侵害到我们原住民朋友的传统领域 我们应该继续这样纵容吗 尤其在原机法已经通过了这么久 我们除了中央人民会之外 哪一个部会呢 真正的把原机法当作法律来试用 这是第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我们觉得交通部观光局应该要回过头 从他们的发展观光条例 以及这个发动地区的这方政策 如何去审查这些旅馆的新办事业计划的这些制度呢 应该好好的彻底反省检讨 这是第一个法律上涉及的问题 第二个 刚刚那个我们记得过的主事 这个案子原先早早在91年通过环品 那为什么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它其实根本这个旅馆还没有新建 几乎都还在整地阶段 但是呢 这十多年来的当地的环境被迁有多大 为什么它不需要重过环品 重新去调查 只是简单的提供一个变更内容对照表 就想要偷渡过关 这里面的盲点在哪里 我们的环品法 十六法之一 表面上规定说 如果你取得环品通过或取得开发许可 超过三年 没有动工 就需要 未来如果要再动工 所以要再重新送环境影响差 环境现况差异分析 但是呢 整花东地区有 不论是这样的情形非常多 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呢 就是环品 早早通过 但是呢 始终都没有取得 这个墓地事业主板经关的开发许可 那因此呢 他未来即便真的要重新取得开发许可 送审 根本不需要再做环境现况差异分析 像这种情形 我想宜兰的那个蜜月湾 这个开发案呢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那这样子的法律制度 真的是当初环品法 制定这个法条的本意吗 那第二种情形 就是本案这样子的案例 他已经取得了 墓地事业主管机关的许可 那表面上 他也说有动工 但是动工就是 简单的做了一下整地的动作 这样子叫做动工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这个案子 91年通过环品到现在 除了局部的整地之外 其实到现在我们可以说 他的地貌还是留在原载 地基没有往下挖 也没有任何的那个旅馆的建筑物盖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开发的基地的条件跟面积有一些变更 但是他只想要送一个变更内容对照表 就想要偷渡过关 那我们环保署面对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地去检讨我们环品制度 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为什么会让两种不同情况的业者呢 都可以有取巧专法律漏洞的空间 我们也不认为这部分其实应该要修法 那回到这个本案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 今年2月4号海岸管理法已经通过了 那这个开发案的基地范围 其实他就是在当初我们的沿海自安 自然海岸的那个保护计划里面 所公告的自然保护 就跟一般保护区的交界 那如果按照这两个保护区里面的 这个保护标题的话 一个是完全不可以变更现况 一个呢只是要符合当地自然环境条件之下 才可以容许使用 那现在进一步已经有海岸管理法 作为无法的依据 像这样子他所所在的那个范围 就一定会符合海岸管理法 所定义的海岸地区的固定 更何况早些他已经被定性为 在自然保护区跟一般保护区的 的那个交界的地方 显然他的位置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那像这样子的开发案 我们也要呼吁环保署的环境委员 其实你在重新等一下审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比照之前的另外一个案子 要让他退回去 要求目的事业主管经官 重新再检视说 那我们海岸管理法通过之后 尤其第25条26条的规定呢 到底会对这个开发案 产生如何是这个影响 应该重新检讨之后才能送水 而不应该在今天 就是有盲目倍速的方式呢 倍速无语通过 尤其这个案子经过了这么多点的那个变更 他的开发的范围内容 有没有已经超出了原来通过的范围 有没有应该 那个需要再重做环平的话 我想这些呢 都应该要重新厘清之后呢 才能做通过与否的审查 谢谢